前两天我去看了上海浪情环球马戏冠军赛 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不是穿着西装特别帅的彭于燕 我反而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比赛中 马匹巨跳的事情 有11岁的就比较年轻的马 它相当于人类的30岁左右 那么也有14岁重年的马 如果两次巨跳选手就会退赛 就请教了一下专业的人 他们说马儿巨跳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叫做平巨 第二叫做淘气 马在淘气的时候 他只是为了撒个娇或者不服从 试探一下你 所以有经验的骑手 就要坚定的用牵马锁来引导他 驯服他 让他服从自己的指令 但是恐惧要怎么解决呢 我会发现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骑手 当发现他的马匹巨跳的时候 他们做的第一个动作 是伸手在马匹的脖子那里 轻轻地抚摸和拍他 就是用这些动作 让他的小马放松下来 那为什么马会恐惧呢 有这么几种情况 场上有什么声音干扰了他 主人对他的要求过多 还有就是当人在跨越障碍赛 那位置不对 马就会打退堂鼓 可他一旦被驯服 他又非常的忠诚热烈 这真的和教育一模一样 当我们看到孩子恐惧的时候 不是去寻找恐惧的根源 而是责罚他 打骂他 甚至是厌弃他 其实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 爱温暖以及理解 都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那个能够做主的人 首先让自己的认知不断地扩大 你才能够去解决那些恐惧任性 才能够获得成功 好